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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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人在奮奇湖 然後剛才一下車趕快就先吃便當啦 那麼為什麼奮奇湖 的便當這麼有名 因為以前阿里山跟嘉義 一天只有一班下去跟一班上來 那它中間坐休息的地方 就是奮奇湖了 所以很多人呢都會在這邊吃便當 那整條街呢總共有12間的便當 我們剛才吃的那個呢 真的是蠻好吃的耶 就是飯好吃肉好吃菜好吃 就是一切都好吃 我發現我現在開始可以吃出那個飯的 好吃感的差別 好啦那我們現在人在奮奇湖 除了這個便當以外呢我們其實還可以吃 烤的甜甜圈 然後好像有說黑糖糕 還有就是愛玉 對因為呢這邊的愛玉都是野生的喔 這邊的愛玉都是野生的喔 百年筷木甜甜圈 百年筷木甜甜圈 它是用烤的喔 在阿里山的話或是奮奇湖可以吃愛玉喔 現在人在奮奇湖 然後呢這就是火車頭 這裡呢其實是很觀光的地方 所以呢可以在下面走沒有問題 那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奮奇湖並沒有湖喔 奮奇湖呢它原本的舊地名 其實就是本基湖 應該用台語唸 但我覺得我唸得太好笑了 我第一位在旁邊笑我 那因為以前呢就是三面環山 然後中間凹下去 所以像一個本基一樣 這就是定名的油來囉 來到了一個叫天長地久橋的部分 它是兩個橋啦 像我們現在在比較下面呢是地久橋 然後那一邊上面的話呢 就是天長橋啦 然後我大概走在地久橋的中後段 就可以往前看 就可以看到這個天長橋 然後現在感覺到這個橋一直在動 對就是一個吊橋 所以呢 我覺得當就是從九份下 不是小份 從奮奇湖下來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走一下 因為我現在整個剛才睡著 你知道嗎 好像是頭腦都還在清醒之中 很想成九份 實在是很好笑 好啦 那我們就走一走醒來吧 我們剛剛從奮奇湖下來 然後呢 現在在這裡 天長橋 然後這邊是第九橋 可以在這邊三分之二的地方 往上拍 就可以覺得很漂亮囉 走 這次旅行的最後一站呢 就是在這邊 快藝生活村 然後快呢 是快木的快 這邊呢 是這些 雷武府他們的官員所住的地方 全部都是用快木兵建而成的 所以像這裡面是廁所 搞不好很香 好啦 那麼這次的旅程呢 就在這個魏京都的地方 走走光光囉 現在呢 這邊是文創市集 所以每一戶呢 就是一個店家 那像現在這個呢 就是飲料跟冰的店 快藝生活村 真的是好日系喔 而且裡面有一些店 就是順應的賣了一起 培茶跟抹茶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的話呢 幫我按讚訂閱 然後呢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吧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